为了进一步支持市民接受高等教育 特区政府分别针对本科生、研究生都设有不同的奖学金 以鼓励年轻人装备自己,加强向上流动 但现时,特区政府的奖学金、金额和名额上 投入支持本科生的力度明显更大 对碩士、博士学生的资助力度尚有提升空间 以下我想就碩士、博士课程的奖助学金政策提出几点的建议 首先,优化研究生奖学金的设置 增加不同层次和金额水平的研究生奖学金 现时,由澳门基金会及教称局共同设立的特别奖学金计划 向入读世界八强学府及学科排名前30的澳门大学生 提供每人每年最高高达30万元的奖学金 资助可以逐期 反观,研究生奖学金的发放金额或一 现时,无论学生入读、学校的名次、地区消费水平 成功申请碩士学委课程奖学金的个日 每年仅可获得澳门币五万七千元 名额为一百名 博士学委课程奖学金名额为二十名 每人每年可获澳门币七万九千元 我建议特区政府可以参考各类本科生奖学金 分梯次的资助方式 调整现时研究生奖学金的名额和设置 第二,增设公派留学生的奖学金 并规定梅澳工作的义务 现时,世界各地政府为了培养和储备人才 都设有研究生层次的公派留学奖学金 例如,内地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设有 国家公派碩士研究生奖学金 除了提供存额的学费资助之外 还资助学生的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电话费 以及医疗保险费等等 香港政府也设有卓越学生奖学金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提供最高高达二十五万港币的资助 我建议政府可以参考国际上的做法 拔占公派人员收读更高的学位 同时要求受资助人学成归来后 规定梅澳工作一定的年限 第三,增设研究生范畴的贷学金或贷款利息补助计划 多局为支持学生升读大学而设的利息补助贷款计划 但对象仅为预科、学士或以下程度、学位的课程 碩士、博士被排除在外 有不少的青年反映,碩士、博士学费高昂 即使已经得到政府六七万元的奖学金支持 也需要自负很大部分的费用 我建议增设研究生范畴的贷学金或贷款利息补助计划 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近年本老经济进入了调整期 不少的年轻人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都考虑攻读更高的学位或收读多一门的爱遇 完善大区政府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应提赏日程 这些也是培养和储备本地人才一项重要的工作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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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